其实工作家庭两不误 对于明星和普通人来说 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不少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有时候需要加班 孩子没人带 有没有想过带孩子上班呢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 不信来看看爆雷母女的示范 爆雷身穿一袭白色的衣裙 依旧优雅大方 这时许久不见的贝儿却有了很大变化 长高了变漂亮了 简直是可爱的小公主 于是妈妈爆雷都甘当绿叶咯 今天贝儿是一朵小红花 妈妈是一朵大白花 对我就是趁着贝儿吧 原来今天她是来陪妈妈当评委的 当爆雷给台上表演的孩子打分的时候 小贝儿也是没闲着 在边上认真地画着画 一点不干扰妈妈的工作 真的是个贴心的小面袄 而最近路易正在国外录制综艺节目 将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不能和家人见面 爸爸不在家 贝儿也是格外想念她 因为我们时差要差六个小时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学习的时候 她在睡觉 然后想打给她的时候 那时候又很晚了 家有一对宝贝女儿 又有贴心帅气的老公 爆雷的幸福生活可谓献傻旁人 而她也表示 目前一家四口的生活刚刚好 因为他们两个都很贴心 很好带 我有一点不累 新娱乐之线 上海先跑步道 好